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也很关注这个G20的中美元首的会晤 那么它这个结果现在可以说是整体的好于市场 略好于市场预期吧 那么目前看来达成的有哪些是建设性的一些共识 的确是我们关注到这个周末在布伊诺斯埃利斯的这场G20峰会后的晚宴 可以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那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晚餐之后 可以说中美贸易战是迎来了一个非正式的停火协议 那我们去看一看美方发表的声明 其实有关于关税方面的重要的共识 其实是有三点的 一个就是中美的贸易战不再升级 双方不再加征新的关税 第二就是美方原先声明的 对2000亿的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1月1日后仍然维持在10% 而不是此前宣布的25% 第三点就是双方同意会加紧磋商 一旦谈判达成协议 有可能今年以来加征所有关税都有可能取消掉 这是最主要的关税的方面 另外还有一些议题的也得到了双方的重视 除了关税之外 可以说美方还对中国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 一个就是美方在声明当中提到 说中国有可能会做出的四点改变式 第一是中国会同意立即开始 从美国的农民的手中购买农产品 第二就是中国有可能会同意 从美国购买尚未商定 但非常大量的农业 能源 工业和其他的产品 以减少两国之间的这种贸易的不平衡 第三就是中国可能会批准 以前未经批准的一项高通和恩质普的收购交易 这个交易还是需要中国的反垄断部门的许可了 第四就是将芬泰尼 这是一种强效的类似鸦片的止痛剂 指定为这种管制的药物 向美国出售芬泰尼的人 将受到中国法律规定的最高的刑罚 还可以看到特朗普也是表达了 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善意 他强调美国还是欢迎中国的学生来美国留学的 那这个可以说最终的这个援手外交的结果 是符合市场的乐观预期的 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common grounds 有一些共识是达成了 就是 Selena 其实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 对中美后续的这个磋商结果 市场上会有哪些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么外资方面又有怎样的一个具体的反应呢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中美的贸易摩擦风险 应该是在短期内是趋于缓和的 是有利于提振整体的市场的情绪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自从中美双方就2019年 这个年初停止互相加征25%的这个关税 达成一致意见之后 可以说之前的这个过于悲观的预期 有一定的修复 那我们看到经过分析师的测算 如果美国对中国这个对美出口 所涉及的差不多1300多个行业 约2000亿美元的商品 统一在税25%的话 其中的10%的行业对美出口的损失率 其实将超过74%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那停止进一步加征关税呢 其实是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环境的改善 提振双方的经济增长的长期的预期 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暂时的协议 还是有一个附加的三个月的谈判期限 那中美的贸易摩擦是否会有进一步的缓和呢 还是要看中美谈判的进程 和美国国内的经济走向 那考虑到有三个月的这个窗口期的存在 那部分的出口型的行业 有可能会在明年的年初提前安排出口订单 那预计出口的节奏有可能会改变 因为一季度的进出口增长 会形成一定的支撑 那另外我们再看就是对美的这个进口的预计 是进口啊 进口量预计是实质性的扩大 那国内有可能会有一些定向降准的 这个货币的调节的措施之一 那中国同意到扩大对美进口 以及降低这个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 我们会预计到就是农业能源等等这些低的附加值的 同时价格比较低廉的美国产品 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扩大对美进口的主要方向 那另外其实市场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观点呢 认为就是国内的服务业会预计进一步扩大开放 金融的服务领域将会成为重点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上周五啊 证监会已经批准瑞银集团增持内地的合资证券公司 也就是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它的持股比例由现在的24.99%增加到50% 可以说是控股了 那瑞银集团将收购中国国电资本控股 和中良集团的旗下的这个瑞银证券的股权 那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破冰的一个动作了 因为这是国内的首家外资控股的券商的出现 我们预计在这个瑞银安胜也是外资的第一家保险出现 全资的保险出现之后 伴随着CDR和GDR的计划发行 预计未来A股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 这个金融服务的竞争也会更加的多元化 就是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在未来如果说这个中美两国的期待 将要最终达到一个一致 目前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应该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那么在市场看来 最难的那些点都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中美会谈的 首先这个成果的确是正面的 但是市场其实不移 对它做一个过度乐观的解读 因为双方其实没有停战 只是暂时的停火 那只是同一步加剧贸易战 而且给这个承诺有一个零时间的期限 那双方其实没有达成非常重要的细节性的共识 一些结构性的矛盾 包括我们看到美方声明中 其实没有提到的 这个国有企业和产业的补贴问题 其实仍需要进一步的谈判解决 否则这个贸易战还会有这个持续 乃至扩大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10月份的 这个股市大跌之后 特朗普在电话当中 向其进行伸出了橄榄枝 那在漫长的停滞之后 双方通过这种这个谈话的安排 重启谈判 那至少在我们看到 在这个Blue News Alice G20峰会之前 我们没有看到中方有过度的这种明确的承诺 那我们看到现在至少有一个框架性的协议 那美方也认为这是一个乐观的开始 那希望市场会对未来中美双方的这种沟通和交流 保有一个期待吧 就是 好 今天非常感谢桑琳娜来到我们的节目 为我们解读这个G20上的故事 谢谢你 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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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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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